说到张一山跟杨子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他们两人都是娱乐圈中的实力派演员 曾经主演过《加油儿女》这部电视剧 同时凭借在剧中对角色的完美诠释 缺粉无数深得观众暗得喜爱 两人也因为剧中一起合作成为了非常友好的朋友 当时两人在拍完这部电视剧之后 就陆续回到学校进行读书学习 两人之间非常的有缘分 不仅高中在同一学校 大学还成为了同班同学 感情非常要好 也因为这么多年友谊的积累 彼此都非常了解对方 成为最好的朋友 在娱乐圈中也是相互扶持 共同进步 因为两人关系非常要好 所以两人经常一起出席活动 很多人都希望两人能够走到一起 但是两人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过 两人只是好哥们 并不能够成为彼此的另一把 不过即便如此 我们的粉丝依旧非常期望 一段时间有网友爆出张一山终于官宣 可以正大光明了 很多网友在听到之后表示 还好我没放弃 有网友爆料 陆顶记这部剧又即将翻拍 其中男主是张一山 杨紫有可能出演剧中的 《见宁公主》 不少网友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都纷纷送上祝福 表示这下两人终于可以 正大光明的牵手恋爱 并且成为夫妻了 很多人对于此剧都非常的期待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